22号远赴欧洲催疫苗 现在果然有好消息 台积电永林和慈濟购买的 1500万剂BNT 8月底就会先送来150万剂 在多方对于大众有益的考量下 这次并没有受到太多政治力的干扰 8月初BNT通过紧急授权 原厂因为要客制化蔡政府接受的标签 要等到9月18号到货 但郭台铭亲自去催货 德国把原本要给欧洲的货 优先给台湾 不过这批疫苗没有客制化标签 平身上市欧规版有英文写的复必泰 蔡政府能不能接受 重要的是这个疫苗的内容物 是不是安全有效 所以进来之后还是要经过 是要所的检验封签 1500万剂BNT 预计年底前会到货一半 因此9到11月 预计每个月会到货150到200万剂 蓝鹰炮红 如果你早接受复必泰标签 台湾百姓不用等到今天 也是打这个 郭台铭叫捷克打的也是这个 复必泰的英文名字 你就管他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他的内涵重要吗 你要他所谓客制化 平常你讲客制化我才担心 我还希望这是一般的 就是大众化的 这到底真的好还是不好 我都怀疑 你就何必呢 你不是害人吗 所以我觉得意识形态要杀人 BNT上面贴什么 一点都不重要 黑猫白猫 能够抓老鼠就是好猫 贴这个 这是什么关系呢 BNT到货后还要经过封间检验 谁能先打 优先顺序还没出炉 全民期盼9月后能在平台勾选BNT 9月下旬若能达到BNT 就可远离高端噩梦 记者吴俊伟离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